只想愛愛愛愛愛愛 只要愛只是愛愛愛 想每次不夠 想每次不改 你都在 姑姑說要擔任第五十二屆廣播金鐘獎 入圍名單公布記者會的演唱嘉賓 一出場帥度就直接破標 但在上台前 stand by 時的環境狀況 竟然因為讓他打上了正夯的話題 又停電了 我沒有在摔誰 停電其實還是有很多事可以做 還不錯 每次一停電那個人都跑出來 也就是晚上 因為家裡也沒人起 然後也沒電的不聊 然後按摩摩 大家都跑出來 然後開始左臉右手開始聊 聯絡感情 所以你有碰到隔壁人妹或什麼之類的 沒有…我就在家彈歌吉他 來黑暗走 如果停電還能夠遇見姑姑 沒冷氣吹應該也超幸福吧 姑姑不僅為大家帶來精彩的表演 更透露了最新的計畫 最近有一個新的單曲會上線 叫做生死影學 進擊把閃電的片頭 那是我前陣子在很忙碌的時候寫完 整個製作期都是在很忙碌的狀態下完成 我其實也有做兩個版本 那所以現在給大家聽到的是戲劇版本 那之後會出的是別的版本 自己版本 在自己的臉書上博了是不是 相信音樂博 會喔會 會喔會 不只是鼓鼓的新單曲令人期待 今年的金鐘獎也如火如荼的展開啦 廣播金鐘頒獎典禮即將在9月23日 以及電視金鐘將在9月30日 於國父紀念館舉行 觀眾可以透過三粒讀會台 三粒綜合台 以及三粒戲劇台收看直播 還能從Vito以及三粒新聞網 和YouTube同時收看 這麼多滿滿的大平台 可以觀看本屆的金鐘獎 再錯過就太可惜啦 完全樂理清採訪報導 好 完成你了